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我是天天,问候你,平安、喜乐 过去这个礼拜,你的生活过得如何呢? 现代人的工作越来越忙碌了 我们的时间被许多事情瓜分掉 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 你会不会刻意为自己安排一段安静独处的时候 做一些让你身心灵放松的事情呢? 今天的Easy谈生活 我要跟你分享吴芳明所写的文章 《放松的功夫》 吴芳明曾经担任摄影记者 在1996年,他移民到贝里斯从事生态记录 在《放松的功夫》这篇文章里 谈到了他在贝里斯认识了一位打太极拳的教授 不只更多地认识中国功夫 他也重新地来检视自己的身体 学会放松的功夫 我们将来分享他所写的这篇文章 王教授怎么看都不像练功的人 胖胖的身体挺个大圆肚子 戴着眼镜两鬓花白 全身厚厚的脂肪 我很好奇,问他打什么拳 他说太极拳 太极拳,不就是那种动作软慢 早晨在公园里很多老年人打的那种拳 我要求教授让我见识太极拳的功力 于是我站好功夫,深呼吸,身体用力稳住 让他来推我 他站在我身边,只轻轻用指尖点我一下 我立刻莫名其妙失去重心,跌倒在地 连续试了三次都如此 教授说他只用了小小的镜 要真用镜打来,我会弹飞至少六公尺远 后来上网查看,才了解太极拳的内劲和攻击的爆发力 原来教授说的都是真的 教授离开贝国时,教了一些简单的防身术和松身体操 我认真学习,先静下心来,检视自己的身体 才发现身体的每个地方都是紧绷的 于是试着一个一个去放松 那时才体会到原来大部分的人 几乎无时无刻都是无意识的紧绷全身关节和肌肉 以前自以为坐着,走路,吃饭,睡觉都是一种休息 后来真的躺下来,静下心,专注在身体的放松上 才发现好多地方都没有放松 因为各种压力让心灵轻松不起来 长此以往,身体不曾真正的休息 难怪全身到处痠痛 白天工作无精打采提不起劲 也因为身体未能够充分休息 免疫力下降,各种病痛就随之而来 放松能够让身心灵重获自由 一个月下来,健康真的有很大的改善 因为放松了,身体得到充分休息 所以睡眠品质也随之改变 精神不但好起来,工作不容易疲累 心情也随着快乐起来 舞者放松之后,身段会更柔软 书法家放松之后,字体会更流畅 音乐家放松之后,谱曲更自由奔放 人的精神放松之后,会更健康喜乐 试压力使身心灵紧绷 压力越大,喜乐就离得越远 春天来了,枝头抽出心芽 树木得以生生不息 没有凋零的枯叶,树木就无法长大 人若舍不得放下老我 心智就无法成长,心灵也随之枯萎 原来放松就是放下 柔弱不要刚强,如小草 大风来了弯腰,风停了挺直 水无形体却能切钢 放下就是无为 可是看似无为,却也可无所不为 原来放松自己啊,竟也能够蕴含如此大的哲理 今天的一子一谈生活 天天和你分享了吴芳明所写的放松的功夫 他提到了压力越大,喜乐就离得越远 确实啊,生活中各样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压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不能放松自己,就更难面对生活各样的挑战 有句话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有趣的是呢,造物主上帝,他也了解人需要放松 所以他制定了一条法律 六天要辛勤工作,但第七天要休息 而且呢,上帝说这是安息日 后来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开始实施了星期天休假的政策 这就是从圣经来的 在第七天的休息里,重新的检视自己 也调养身心灵,再重新出发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懂得放松的人呢? 希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内容 能够带给我们一丝小小的启发哦 今天的节目就要聊到这了 祝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平安心在祈祷里 你的能使我安然心靠 当大海半的火盘汹涌 我与你战时暴风向空 扶你扔作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止你是神 当大海半的火盘汹涌 当大海半的火盘汹涌 我与你战时暴风向空 扶你扔作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止你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